因為我剛剛是用新注意,所以有前導致遠 可以幫你做出那個全形的刮 如果沒有啦,假設你打不出來 你只會打那個半形的話,有沒有 那如果假設半形,那在這邊找就一定找不到 因為全形跟半形,它會認為是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如果假設你希望把全形轉成半形的話 那其實很簡單,有個方法 就是你可以插入一個函數 這個函數的話,其實在文字類函數都有啦 不過你可以,可能有空的時候你可以看一下 它其實下面都有告訴你說,這個函數是做什麼用的 那你可以看ASC什麼,將什麼呢 全形轉半形,剛好顛倒,有沒有 我們剛好是要把什麼,把半形轉全形 對,它這個ASC剛好顛倒 它是把全形轉成半形 所以如果你要Fy,它這邊是全形刮虎對不對 你也可以把這個全形刮虎拿過來 然後把它轉成半形再比對,可不可以 也可以啦,或者是說呢 你要把它轉成這個全形的話,這邊有個BIG5 BIG5的話是什麼,將半形的字緣轉換成全形字緣 所以如果你用BIG5,這個地方假設要把它改成全形的半形 你就打個錢瓜虎 錢瓜虎,但是你打半形的 那你按確定之後的話,其實它應該就會幫你把它改成全形的 不過呢,可能要特別特別小心 這個地方的話,如果它是個TEST的話 你記得喔,如果它這個參數名稱是什麼TEST 或者有個TEST的話,那請特別注意喔,你給的參數前後都要加什麼呢 雙引號 因為如果沒有加雙引號,它會錯誤喔 OK,這個很容易出現錯誤 因為函數裡面,常常會告訴你是TEST 但是很多人就是不加前後雙引號,而造成的錯誤 所以你可以看到喔,這邊給它半形 它給你的是一個全形的 OK,所以喔,如果假設你剛剛打不出全形的瓜虎的話 其實你是可以再刮一個五在外面 它會自己幫你轉成全形,這樣也可以啦 不過啦,只是說那個公司會越串越長 那我是蠻怕說那個公司一下太長 太長的話,其實有個問題 就是你當下還知道做什麼 但是你過一段時間,你回頭看 哇,實在是頭很痛 我不知道這公司到底在寫什麼 OK,所以盡可能是你能夠用越簡單的邏輯寫但越好 要不然的話啦,就是像剛剛我們用那個資料剖析 資料剖析有個缺點 就是你的位置一定要是一樣的 它才可以幫你剖出來 但是如果你那個字數的長度不同的話 那這個資料剖析就沒辦法辦到了 所以啦,如果我希望練習 請各位再延伸練習 請你把剛剛的資料剖析這個動作 把它變成兩個按鈕 一個按鈕就是按下它 自動幫我把這些數字放到這邊來 一個按鈕就是再把它清掉 那這個地方怎麼做 當然啦,前提是你要用自動化的 而不是說再做一遍 再做一遍有時候很浪費時間 所以如果假設以後你這個事情 每天都會經常重複做的話 那其實你就有必要 思考怎麼樣把它變成一個按鈕 按下去,自動完成 OK,那怎麼做 一樣嘛 如果我要做這件事 當然你要先彩排一下 然後呢,彩排完之後呢 再利用這邊有個叫 開發人員錄製劇集 有沒有,所以我需要錄兩個 一個是清除好了 清除好像比較簡單 所以剛剛我們先錄清除好了 有沒有 還記得吧,清除就是 錄製劇集有沒有 然後呢,這邊給它一個名稱 叫做清除好了 或者叫清除劇集 我們叫清除好了 OK 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按下確定之後呢 就不能NG了 NG的話你要重來 所以喔 錄製劇集 最好是彩排 過之後再錄 那因為我是確定應該沒問題啦 不過如果你假設沒把握 我建議你先把它 動作做熟了再錄 然後按確定 那首先要把這個範圍清掉 按確定喔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要怎麼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那我不建議喔 你用滑鼠這樣自己選 我強烈建議喔 你要寄那個快速鍵選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假設你不是用快速鍵的話 以後這個範圍就固定了 那如果將來你這個資料會增加或減少的時候 那你這個程式變成要重錄了 OK 如果你用選的就固定範圍喔 但是如果你用那個快速鍵的話 那個快速鍵這樣 游標先放在C2 讓它追蹤到最右邊 它就會追蹤到你目前資料的最下面一列 那這樣的話以後資料增加或減少 它會是活的 這一定很重要喔 如果你假設你剛剛用選那個滑鼠這樣一選 它就固定了 那如果你用Ctrl Shift向右向下的話 那這個範圍就不會固定 那最後按Delete 所以喔 剛剛清除應該是1 游標放C2 2Ctrl Shift向右 3Ctrl Shift向下 然後按Delete 四個動作 好 這樣完成之後呢 把它停止錄製 好 那清除OK了 再來的話呢 錄那個資料剖析 那資料剖析的話 那也特別注意 還是強烈建議你用那個快速 用那個什麼 快速鍵喔 所以喔 我們剛剛是這樣B2選到B8對不對 如果你錄製聚集的時候 如果你這樣錄的話 它以後B2到B8也是固定的 所以呢 除非說你確定說 你這個範圍不會增加 也不會減少 那OK 可是如果將來這個數量會增加 或減少的話 還是強烈建議你游標放C2 然後B2 然後記得快速鍵喔 Ctrl Shift按住 然後按向下 這個快速鍵很重要喔 如果你將來這個不會喔 可能 有一些在錄製聚集的時候 會出錯喔 OK喔 好 然後呢 再做剛剛剖析的動作 所以喔 我們OK之後 錄製聚集 然後給它一個叫什麼 資料剖析好了 好 看一下 這邊好像多一個空白 好 好 不能多空白了 多空白容易出錯 按確定 好 1 游標放在B2 對喔 然後Ctrl Shift向下 好 選 記得喔 不要用滑鼠選喔 然後呢 再來怎麼樣 資料 資料剖析 然後一樣固定寬度 下一步 然後選剛剛的那 六條線 OK喔 記得喔 六條線點一下 要點準 OK 然後下一步 然後這個不要 這個不要 這個也不要 這個也不要 這個不要 那最後的目標除人格 選擇C2 OK 不要選錯 這邊喔 會出錯 會蓋掉喔 然後按完成就好了 然後它跳這個畫面 這個是 不過不管了 按確定就好了 好 確定 完成 好 那試一下喔 所以錄了兩個嘛 最後記得停止喔 我發現很多同學喔 最後一步都忘記 然後又給它繼續錄 記得喔 錄完了 好了 記得喔 按停止錄製 再來就是 試試看 有沒有成功 所以剛剛錄了兩個嘛 一個清楚 看一下 清楚執行一下 有了 然後再按這個 資料剖析 不過它會跳這個 很干擾 那可能會有同學說 老師這個可不可以關掉 這可以啦 待會兒講喔 好有沒有就OK了 最後在這個地方 加兩個按鈕 一個叫資料剖析 一個叫清楚 這個有點複習 上個禮拜的味道 你們還記得吧 按按鈕不要選錯了 按鈕是這個喔 不是下面那個喔 我發現我同學都選錯 選到 看起來好像都一樣是按鈕 但是結果大不同喔 這個 上面這個比較簡單 下面那個太複雜了 所以選這個 然後記得喔 點住不要放 這個上個禮拜有做過啦 所以複習一下喔 然後選它 把名稱複製一下 再貼到按鈕1的前面 點一下 然後把它貼上就好了 那下面那個按鈕呢 當然你也可以再做下一個啦 不過我的習慣是直接拿這個來複製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假設喔 因為如果你假設喔 拿這邊再拉一個那個按鈕喔 其實說真的它會有個問題 你拉半天好像都不會一樣大耶 有沒有 常常同學說 我說為什麼我每個按鈕都大大大小不一 位置不一樣喔 所以如果假設你不想要重新再做一個一樣的話 我的習慣是拿這個複製 所以你要選的話喔 你選它按右鍵喔 右鍵複製喔 然後呢點旁邊一下 把它貼上 貼上之後的話呢 你就直接 你說老師都不是知道 可以把它改 怎麼改 按右鍵 有沒有看到 有一個叫指定聚集有沒有 就可以把它修改成清楚了 這樣的話比較簡單 我覺得我比較喜歡用這個方法喔 而且比較快速啦 然後把它選清楚 把名稱複製了 按確定之後的話 再把這個改過 貼上 好那這樣的話完成了 完成再點旁邊一下 試一下 清除 有了 資料剖析 按確定 清除 資料剖析 可是啊 最後其實還有一個地方 就這個東西蠻乾擾 有沒有辦法把它關掉 其實是可以關掉啦 只是待會再講好了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喔 試著做出這兩個按鈕 OK 這兩個按鈕喔 記得要彩排一下喔 清除記得 1 有不要放這邊 Ctrl Shift向右向下 這個要記喔 Delete 然後 資料剖析 有不要放這邊 Ctrl Shift向下 然後再資料剖析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喔 Ctrl Shift Ctrl Shift Ctrl Shift